台湾 一个罪尔小岛 二氧化碳排放量就占了世界的百分之一 排名第22 每个人平均的年排放量为12公顿 是世界平均值的三倍 而台湾暖化的幅度也不遑多让 气温上升了1.3度 是地球的两倍 台湾正在发烧发烫 气候灾害接踵而来 2001年9月纳利台风来袭 单日的降雨量 打破了台北气象站105年来的记录 小防队的小艇 穿梭在淹水的巷弄间 台北市仿佛回到过去的台北湖 沉默在一片汪洋之中 2005年3月 以往只出现在高山的雪景 却下降到海拔700公尺的山林 茶园果树受到寒害 农民损失惨重 2005年6月 春夏交替的梅雨季节 没有人想得到 旺盛的西南气流 竟然降下一个台风的雨量 台南嘉义云林又泡在水中 2008年6月 同样的场景再度上演 冯雨碧烟成为云林沿海居民 难以脱逃的宿命 从这几年台湾的气候灾害时 不难发现 全球暖化造成极端的气候 已经在台湾得到印证 全球气候变迁是人类的贡业 全球暖化对靠海的国家来说 也是一大危机 联合国IPCC的研究报告指出 本世纪末海平面将上升59公分 这是个比较保守的数字 许多科学家做了不同的推估 地理学者赖金贵运用GIS地理资讯系统 模拟海平面上升对台湾的影响 假如海面升高6公尺 宜兰县 台北县市 以及西南沿海地区的冲击最大 淹没面积最广的在台南县 有557平方公里的土地泡在水里 淹水比例最高的在台南市 84%的土地被海水吞噬 这里就占了台南市 57%的人口 而在大台北地区 就有250万人住在淹水的区域 人类的整个生活舞台 包括我们的维生 包括我们的生活空间 其实都泡在水里面了